哈嘍YouTubeers 我是可以斯汀 和牛來到台灣 距今已經大約三年半的時間 和牛呢也已經普遍的 深入我們的飲食當中 台灣坊間燒肉店伶俐 以和牛為主題的 更是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從單點一塊150克的牛排 要價1500元的高級燒肉店 到平價燒烤店A5和牛 單片38元 每家賣的都叫和牛 但到底是好是壞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牛店美獎的背後秘密 最近我跟一些廚師朋友聊到 如果想要在外面好好吃一頓飯 他們通常不會選擇燒烤店或牛排館 他們覺得自己辛苦賺來的錢 要能夠吃到其他廚師們的手藝 以及想要呈現的料理方式 正因為燒烤店跟牛排館 料理的方式相對單純 無法確認店家對於肉的掌控品質時 就選擇不去 必別當盤子啦 OK 讓我們進到主題 和牛 來自日本的和牛 自從2017年解禁 開放進口來到台灣之後 爆章雜誌跟媒體 對於它就像是如大理石 蜘蛛網般 攀附在和牛身上的油花一樣 瘋狂追捧 創造出了一種類似狂熱般的風潮 很多人都爭先恐嚇的 希望品嘗入口即化的美味 但正因為這種狂熱 很多人在真正搞清楚和牛是什麼之前 就已經繳了幾千甚至幾萬元的選配 到頭來可能發現自己吃的根本不是和牛 或者自己根本不愛 我之前有做過一支牛肉分級的影片 當中介紹了關於美牛 日本和牛以及澳洲牛的分級講解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連結去看 以下我要針對和牛進行分析 同時破譯一些坊間愛用的 來讓你買單和牛的方式 世界上能夠被稱作和牛的品種只有四種 全日本大約95%的和牛品種 全部都是黑毛和牛 因為油花最多紋路最美 我們消費者普遍認知的和牛 就是來自於黑毛和牛 如果有店家標榜 選用進口黑毛和牛 其實有講跟沒講差不多 因為95%的和牛 就是來自黑毛和牛 就跟我們吃牛排大多都吃 試試熟成一樣 所以不會特別拿出來講 另外一個容易混淆的問題就是 和牛並不等於日本國產牛哦 大家和牛和牛叫的很順口 以為只要是日本養的都叫和牛 其實不是 除了剛才講到的品種問題 還有血統純度要去注意 一隻有資格被稱為和牛的牛 必須要禁得起三代的血統追溯 如果中間混雜了其他牛之品種 或者是缺少血統履歷證明其純正性 通通都不能夠被稱之為日本和牛 也因此 進口商如果拍胸脯跟你保證 他進口的就是駕槓給日本和牛 你可以溫柔而堅定的請對方 提出肉品來源的血統證明書來確認 畢竟動輒上千上萬元的商品 沒有理由不去要求一些證明文件 這道理就跟買金品珠寶是一樣的 解決了品種與血統純正性的問題 真正的麻煩才剛開始 日本產和牛的品牌跟產地非常多 每個產地所出產的特性又不一樣 認清所有產地的和牛特性 對消費者來說難上加難 所以我這邊就幫大家分享 三大頂級以及三大產區的和牛 日本三大頂級和牛分別是 神戶牛、松阪牛以及晉江牛 晉江牛是歷史最悠久的和牛品牌 也是唯一自從江戶幕府時代 就流傳至今的和牛 養殖於日本賀茲縣 當地琵琶湖有奇蹟之湖的美稱 堪稱始祖級的和牛 英文有著響亮名稱Kobe beef的神戶牛 產自於冰庫縣 血統是純正的淡馬牛 味道富裕甘甜 牛之屠宰後必須經過神戶肉認證 規範確立符合神戶牛資格才能予以冠名 神戶牛產量稀少 一年年產量大約就是7000隻左右 有幸運的廠商會直接展示認證表彰 最後但卻最為珍貴 一年只有600頭牛 有資格被冠上的松阪牛 不論是日本或全世界都公認是 世上最優質的牛肉品種 沒有之一 挑選出身為達12個月 從未分娩過的母牛 吃豆腐渣 研磨小麥 跟喝啤酒長大的淡馬牛 飼養超過900天 而且通過油花標準就能夠被稱作 特產松阪牛 這便是日本的 鴨香級國寶食材 除了這三大和牛之外 日本鹿兒島 宮崎以及北海道 都是年產量超過6萬頭以上的地區 宮崎牛在近年來的諸多和牛比賽當中 都得到非常優異的成績 2017年甚至拿下了全日本第一和牛的冠軍 也因此成為了廠商跟餐廳的熱門選擇 剖析和牛的最後一點 就來到業界最撲朔迷離的 部位 之前有聊過雪花 雙將這類廠商講出來好聽的代稱 但現在除了這招之外 更常見到的是 直接不講 反正就是用A5等級的宮崎牛 業主也沒騙你 因為真的就是A5宮崎牛 但為什麼價格硬生生比別人便宜 或者看起來就跟別價的不同 這就跟部位有著絕對的關係 一隻完整的牛可以切分的部位 大約是14到17種 這當中又可以詳細細分成 超過30種不同的部位 因為部位實在太過繁瑣複雜 以下就幫大家整理 從價格由高到低的幾個重點部位 從最受歡迎的上蓋肉 菲利 樂眼鑫 牛小排 紐約客 再到業界燒烤店愛用的 厚藥一板肉 牛舌 肩胛 橫隔膜 到比較低價 油花多卻風味有差的 臀肉 最後則是油花少 瘦肉多的 牛胸 牛腱等等 每個部位都有著屬於自己的特性 有機會再跟大家詳細介紹 找到自己吃牛排 受洗燒 或者是燒肉最喜歡的部位 再去做牛排的挑選 遠比去比較自己吃的 和牛是A4還是A5 來的有意義 點餐之前 花點時間去確認自己想要的部位是什麼 這些問題都無比重要 如果是認真有態度的餐廳業者 聽到客人這樣問 一定會拿出渾身解數來幫你解答 這個道理就跟去酒吧喝酒一樣 酒單上琳瑯滿目 一定需要一位好的酒寶 才能夠幫你挑出屬於你的命定調酒 問題問多了 吃也吃多了 到最後每個人都能夠達到 像是007.9一樣的境界 A medium dry martini Lemon peel shaken not stirred A 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 我是客人斯丁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分享跟訂閱頻道 如果有想要推薦我去吃的和牛烧烤店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